美國當地時間2018年5月1號 對於玩結他的人來說是難過的一天 因為 Gibson 在當晚申請破產保護 雖然不是即時倒閉 Gibson 亦都說會維持主業務 結他樂器等等 Gibson 搞什麼搞成這樣 主要是這幾年想轉型 玩消費media earphone music player 等等 亦都是主業務不行才會想副業 有3個原因令他主業務不行 第一 我覺得這也是最大的因素 質素變差 2010年 廠房水浸之後 Gibson 結他已經大不如前 新結他的Action 真是設定的 搞到Tom Lee 都怕了他不跟他做香港代理 第二 老鼠貨太多 EB Phone 是Gibson 早期收購的公司 之後一直都是打平價市場 03年左右 EB Phone 就放在大陸上做 就是因為這樣 A貨 B貨 C貨就是這樣出來 第三 橙線太少 Gibson 除了木結他電結他 Gibson 和Base就沒有了 沒有M 沒有Effect 其實M和Effect 才是最容易賺錢 經常都可以換款 都是因為這樣他才想副業 Gibson USA 都應該會變Gibson China 阿咦 待著先 那我知立場就升值了 !